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已經到莊維撒丘了 這個是4月才開放的一個生態景點 佔地4公斤 主要是結合了綠建築 綠建築 然後把這個沙丘的生態 跟它這個主要建築 跟主要建築做搭配結合 融入這個環境的建築概念 然後還有節能跟保水的設計 今天天氣很好了 太陽很大 所以會有點膩光 然後再加上一塊 大小舌 一塊的紅包 就要把這些都圓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一塊 就要加進去 小舌 那邊 来到了路口了 这边是游客中心 这个绿建筑除了建筑物体本身外 它运动了很多的一些大纸的东西 都是艰难的设计 都是自然光的老师的宅光 那里面这里比较暗 这里就是有很多的沙子 移植很多沙子进来 做一些装置艺术 墙体大概都是类似清水 做一些密室 然后墙壁上有同一个短片 它已经跟创作艺术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来到外车轮廟了 这里有个楼梯可以上去 但是这个里面 算不算是办公室 协许餐饭 大概拍一下就好了 这个天井的设计是挺好的 美术的开口是提供的采放 但事实上是都相当节能 几乎都没有开展 它这个建筑设计得非常棒 你还来想象这样的空间 没有开尾器 竟然是非常凉爽的 特别是外面三十几度 里面很多地方都提供这种短片播放 这边也是沙子 一样在播这个短片 它这个是一个导演 国边的一个导演 以事实上它这里 沙丘出了这个 六千五千人的概念之外 它也有其把这个 电影文章结合在这里 做了很多的装饰艺术 还有每个空间 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这边也有点凉 得到 这边也有点凉 有点凉 有点凉 就是 这个 都会发现 有点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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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